为了促进台湾和印尼人民交流 驻印尼代表处最近邀请在台印尼移工和印尼吉佩尔 分享台湾经验 鼓励在台印尼侨民勇敢追梦 其中印尼吉佩尔周思瑜 现在在外籍工作者的相关协会 找到发挥的舞台 我们的协会就是帮助移工 主要的是帮助移工 外籍生还有新租民 我们也举办了很多活动 那我们也是举办了很多课程给移工 希望移工回来的时候 就是可以自己赠奖 另外也有移工在台湾工作之余 学习捏面人这项台湾传统技艺 得到第二专长 因为现在在台湾的话是很open对我们的 然后我们可以学很多东西 我可以做捏面人的话 所以以后我们回印尼可以开一个工作 给我们的移工已经回印尼的时候 目前在台的印尼侨民约有30万人 其中移工约24万人 配偶约3万人 留学生约5000人 祝印尼代表陈忠指出 台湾因为这群来工作求学生活的印尼朋友 大大提升社会文化的包容力和多元性 印尼侨民在台湾发展人生新篇章 也显现台湾在既值训练 产学教育 有良好的环境和资源 肯定台湾和印尼在相关领域加强合作 体现新南向政策 以人为本的精神